在我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 这个专栏里头 我分析了一位 台湾目前很棒的一位作曲家的作品 这位作曲家叫做郑智人 郑成功的郑 智慧的智 仁爱的人 郑智人医师 他是一位医师 那么他从40岁开始 为他的孩子写作本土的歌曲 母语的歌曲 当然他不是40岁才开始作曲 他从小就是个音乐天才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曲子 只是到了他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说 我要教我的孩子唱什么歌 他就开始自己写曲 自己写词 那他有非常非常多 快智人口的歌曲 我随便讲几首 你一定听过 《破条烂的梦》 那个《福尔摩沙颂》 《天顶的琴》 还有非常非常多 《火金锅去哪里》 还有《拉油》 就是老鹰飞得很远很远 他的曲子 曲调都很好听 然后歌词都非常的俊勇 非常的耐读 你读也好 银也好 唱也好 都非常非常的打动你 我想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一种创作 那我在我的专栏里头 把政治人遗诗列为台湾的父性关怀 我们都知道 音乐 尤其你拿来歌颂土地 歌颂母亲 都是比较柔性 比较女性 属于比较柔的这种曲子 那政治人医师的歌曲 我特别要说 他带着一种负性的 这种雄伟的这种关怀 跟一种保护 那么他的音量并不是很强 节奏也不是很热烈的 可是呢 他代表一种非常宽厚的 对这个土地充满了这种 关怀 关心跟保护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一下 他的一首歌 叫做天顶的漆 天上的星星 那这首歌 我常常觉得 可以拿来代替 这个母亲节的歌曲 他非常的贴切 说天上的星星 就好像妈妈的眼睛一样 那这首歌的歌词 是这样说的 天顶的青 青像妈妈你 有恩书的眼睛 有时欢喜 有时相比 背我走过暗迷 然后 天顶的青 青像妈妈你 美丽的眼睛 有时欢喜 有时欢喜 有时相比 带我走过暗迷 感谢你 感谢你妈妈 感谢你 感谢你 看我的手 天顶上更 上更 那一页 青像 就是妈妈你 天顶的青 青像妈妈你 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 天顶的青 政治人 遗世的作品 天顶上更 我们现在来听大家听这一首 字幕声 有時相比 青春無花穗花 趕著你看我們的手麻麻 趕著你看我們的愛 愛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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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心万万里 一百千千千万万里 分流的大乳 我愿怀疑 我愿兴飞 我愿兴飞 看運命過的安逸 安逸你踩運的手法 安逸你骨運的安逸 安逸最本最貪貼的情 齊寺俱視馬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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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默默地在对土地 对生灵付出关怀 使隐性的台湾 处处都散现着人性的光辉 而郑医师就属于后者 那大家记不记得 台湾在1999年的时候 遭遇了百年的大地震浩劫 那个时候我们透过电视 看到很多受难 还有救难 很多令人心碎的场面 也有一些很感人的镜头 那么在这些影片里面 常常都伴着一首很温柔的南中音 唱着一首歌叫做 天总是都会更 天总是都会更 这就是郑志仁医师的歌声 也是他所作的词语曲 他充满父爱的关怀 使台湾近代的本土歌曲 兼有柔情与阳刚两面 更激发了台湾生命底层的活力 今天的时间 我们就在听台北永康街 风韵合唱团的歌声 他们演唱的是 郑志仁医师的作品 我们就在这歌声中 跟您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